《爱情》 有比男人擅长等待 很多女人等了很长时间 她们要等待的 不过是一个自己深爱 暗恋过的男人 有一天可以明白自己的心意 有动地走过来跟自己说 我爱你 更多女人等了更长的时间 她们要等待的 只不过是一个 曾经深爱过自己的男人 有一天可以回心转意 女人在男人离去之后 她们会一直等 她们最害怕的不是 这个男人不再回来 她们在安心的是 有一天自己绝望了 死心了 不再再等了 刚刚转身已走开 而那个男人却刚刚迷途直返 在爱情上 最了不起的 莫过于是一个女人 为了心爱的男人 搓脱岁月 面对无悔的等待的青春 而一个男人 最放不下的就是 她知道 有一个女人呢 一直默默地等着自己 一个女人 若爱你 愿意等你 无论你跟谁在一起 在做什么 她总能为你全信全义 为你择无盘败 守身如炯 除非 你不是她唯一的爱情 而男人不一样 一个男人 最爱的女人离开了 她会哭 她会喝醉 她会装缝卖下 她会把心中最重要的位置 留给离开的女人 但是 她希望冬天的被窝里 还可以睡着其他的女人 每一个男人都是骗子 像我这样的男人 是最大的骗子 我喜欢撒谎 可是骗了很多人 怎么也骗不了自己 可是 没总有一个人 会相信我的谎言 谁呢 那就是我的女人 其实我的女人 早就知道我在撒谎 她偏偏要装作 很相信我的样子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的女人害怕 我这个谎言 没有欺骗过她 不会变下一个谎言 再骗她 为了下一个谎言 再编下一个谎言 于是无处似的伤害她 所以男人啊男人 当你有一次撒谎的时候 一个女人忽然相信的时候 不要认为 不要认为你谎言 无懈可欺 不要认为 相信你的谎言 女人智商更低 而是愿意相信你的谎言 女人是真的她妈的爱你啊 我爱你 say we're together babe you and me 感谢观看